为什么淀粉肠这种空穴来风的谣言 大家都信啊 因为大家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啊 这个可真不能全怪网友 那他们就不知道去理性的判别吗 这么明显的假新闻呢 哎 你这样说话就不讲道理了呀 我们老百姓不可能在每个行业都是专家吧 每天上班都累成狗了 我下班不能好好的刷会短视频 我去查 那我问你 你知道股粉的具体营养价值是什么吗 你知道卫经和基金的成分区别又是什么吗 我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可以听专家的呀 哎 这就叫做塔西陀陷阱啊 塔西陀陷阱 简称因为被哄过几次 所以权威的声音越是说什么 老百姓就越是不信什么 还有这种事儿 对呀 远的不说 你看疫情的时候 大漂亮国很多人就相信 口罩里这个金属条 是资本家发射老电波信号 用于控制他们的天线啊 而且他们拒绝打疫苗的其中一个原因 甚至是相信疫苗里面有比尔盖茨研究的纳米机器人 啊 这么离谱 大漂亮就不辟谣吗 辟谣啦 但大漂亮之前说的谎太多了 所以辟谣之后 民众更相信这事儿是真的了 哎 我们食品安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 还记得之前鸭板里的老鼠头事件吗 嗯 记得 好像一开始还有专家说就是鸭板 只是正好长得像老鼠头 对呀 这种事儿一旦多了 塔西陀陷阱就很容易形成 为了自己的安全 一句话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亦有风吹草动 先打死再说 哎呦喂 这就没办法了吗 我们只能这样一惊一乍的吗 当然有办法呀 一句话 透明 公开 你看 当时娃哈哈在2000年也被造谣说 纯净水对人体没有好处 就是那个沸沸扬扬的水仙化实验 你到现在网上都还可以查得到 当时好多人也不敢买娃哈哈纯净水了呀 哦 还有这事儿啊 那后来大家是怎么相信娃哈哈的呢 就是我说的这招 透明公开 让自己的纯净水随时接受大众的监督 大家就发现 啥问题也没有 最后不仅相信了娃哈哈 而且吃没往两 再想造他的谣啊 都没人信了 嗯 好像是啊 同样的道理 只要我们老百姓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存在一天 只要鼠头压脖还存在一天 塔西托陷阱就很难消失啊 今天澄清了一个谣言 明后天可能出来十个这样子的谣言 只有真做到那句口号 天天315 让大家对食品安全的焦虑降低了 这种谣言才会真正的消失啊 嗯 好像是啊 所以在内之前 你不能总要求我们老百姓 拥有什么绝对的理性 和那么多的科学常识啊 明白了吗